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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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高兴在過去這一年多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幾乎每隔一兩個月都會有一個天文宇宙大發現 從去年Rosetta 前年的Rosetta接近了彗星 然後丟下去一個登陸艇降落在表面 當然大家不要期待登陸艇降下去以後 我們打開布魯斯威力會走出來 但是人類多少年的夢想 終於實現了看到的人造物體 接近彗星環繞彗星 而且放Lightning的Divide上去 不得了 之後又有冥王星第一張親眼傳回來的照片 上面有個大大的心臟 說冥王星對人類的來訪非常感激 特別亮出他的心來 我覺得人類真想太多了 還有其他的第九顆行星 還有火星上發現的液態水 還有從今年春節 一支在大家頭頂盤踞的重力波 像這些重要的發現 我都覺得是天文跟宇宙科研到了一定程度 成果的大爆發 我覺得今年的春季幾乎比無選擇 我們就來談天文宇宙大發現 所以當然我們領先第一場演講 是我們的中央大學資深教授 也是當年國家太空計畫師 剛成立的時候首席太空科學家 我想我認識葉老師應該就是在太空計畫世界的時候開始的 然後對葉老師 他很溫和一個人 然後都是帶著笑容 無論壓力再大事情再多 然後在中央大學理學院副校長 然後台灣聯大的系統副校長 教育部國家中生講座 我覺得這些他的獎項 他的頭銜我們就不一一贅述 但是他因為在太空跟天文方面的研究 尤其在彗星跟小星級方面的研究 是NASA跟NESA的主要研究人員 大家可以想像到 這些相關於彗星跟小星級主要任務裡面 都有葉文軒老師的聲音 今天真的很高興 請到他來為2016年春季展望來開場 就讓我們用熱烈掌聲歡迎 謝謝老師 好 我們就開始 首先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說我的研究的團隊 對 現在我現在是很靠我的學生來教我 是什麼事情是有趣的 那我就跟大家先說說 我的學生在中央大學 有的是先是在別的地方已經在念書了 不過他還是在進行會心研究 所以我就順帶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這邊第一位是 我相信大家看到的名字 林忠義博士 他現在是我們中央大學天文所的研究學者 我跟人家介紹他是台灣研究會心的第一把教義 他是比我棒多了 他又會觀測 又會分析 我都不會 那第二位是在中大的太空所的博士生賴彥寧 他是很會做計算 所以有的時候現在內部講到一些彗星的器團 那種動力學就是他做的東西 那這一個是曾與其 與其你要不要站起來給大家看看 曾與其要不要站起來 那曾與其是應該說是在台灣有彗星的資料最多的一個人 所以你們要以後有興趣問他彗星小星星啊 那個 他通常是晚上做事情的 所以你晚上無聊打電話給他 那這個是李瑞奇 我們叫他Wiki Wiki是中央大學第一科系的 今年是四年前三年級忘記掉了 三年級 對 那他在一年前 現在他是林中醫博士的學生 不過他對那個彗星很有興趣 所以他變成 我們在國外都特別說他是 在這個Rossette的研究裡頭 最年輕的一個專家 所以台灣有一個最年輕的彗星專家 這位是在天文所的碩士班學生 魏承恩 他做的問題是滿困難的 因為我都搞不清楚 就他大概會畢業之後 碩士班畢業他就去東京工大去念博士 那這兩位呢 廖雲 林林不是 我這個有點錯 廖雲 廖雲跟周嘉瑜 都是在兩年前是在中大的碩士班畢業的 他現在兩位都在瑞士博恩大學 原來是Baron Baron是有兩個很重要的 儀器在那個實驗 在那個Rossette上面去 所以運氣很好 他們都參與 所以變成他們是在第一線 我們在台灣我是在第二線 所以我很高興我的學生 能夠有機會去參加第一線的 那希望你們也像這樣子 很多機會就台灣書 我把他們列出來 就是因為他們有很多很多的機會 你們要努力 那我在看本書 一個很有名的物理學家 他說他有時候去會議的時候 演講 有觀眾就問他說 以後你們學學可以問這個演講 你說那個學生 同學跟那個恆星有什麼不一樣 那正確的答案就是說 他們是一樣的 為什麼呢 他們都是像這裡所給大家看到的 這些在宇宙裡頭的一些物體 有的是很久很久之前出來的 可是他們在循環 所以同學呢 學生基本上把老的東西循環 然後他們創造出性的東西 又回去又周圍扶持 周圍扶持的 所以這是學生跟恆星相同之處 那大家看一下 在這一地方呢 有一個什麼東西呢 如果你眼睛夠好的話 這一個什麼東西啊 會心 對不對 所以我們給大家講這個圖的時候 不管你是行星科學家 還是天文科學家 講這個圖就會說 晦星是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在整個宇宙物質的存傳 因為它裡頭包含了 如果我們能夠去哪邊 把它物質拿來檢查一下 就知道它物質怎麼來的 而且呢 在他們的行星形成的時候 過程是怎麼樣子 是這個緣故啊 所以伊莎阿空局 當它在那個 在三十年前那個 飛過那個JOTO 飛過那個哈利衛星的成功之後呢 就決定說 他們要下一步要去一個很 下一步的工作 就要去找那個去一個彗星 把他們上面的物質帶回來 想辦法帶回來 那他們要回答什麼問題 就是說 因為彗星是解答太陽系來源的關鍵 那有三個重要的問題在 就是說彗星跟恒星間物質的關係 剛才看到嘛 因為彗星是在整個宇宙物質的存環裡頭 都經過它的 所以我們就問說 它在還沒有編成那個彗星之前呢 那它的物質跟恒星間分子雲裡頭 比較有什麼一樣的地方 還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呢 它如果是在那個太陽系星雲裡頭的時候 那行星形成是從小變大的 那變成彗星扮演什麼角色 通常我們就會說 彗星是扮演一個他們所謂building box 就是這些行星好像磚頭一樣 我們蓋房子要磚頭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做結構單元 所以從彗星呢 我們可以知道那個行星是怎麼形成的這樣子說 另外一個也是很有趣的 就是說有理論說 那彗星呢是會帶來地球上面的生命所需要的元素 而且沒有水就沒有生命嘛 風巧的 有人也會說水是從彗星而來的 這樣我們如果是可能下禮拜 陳老師講的時候他會講到彗星呢 也會什麼跟地球抨擊 會帶來災害對不對 所以這樣對整個地球上面的生物圈內 會是一般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重要的這個角色 那舉個例子說 這個是很有名的烈戶座星雲 可是我們看清楚啊 如果用那個 你去那個我們露林那個天空臺 用望遠鏡看 今天可以看到它 怎麼漂亮 可是你要更清楚一點 我們譬如說從那個太空望遠鏡拍照 配照什麼呢 因為它很清楚的解釋度很大 它看裡頭有一些一塊塊 已經有恆性在形成之中 那恆性形成的樣子是什麼 有的是疊中 這好像一個平疊的樣子的 你看這些啊 你看這些代表我們太陽系的大小 所以這些表示說 這些地方有這些地方已經分子 已經收縮 變成有太陽系在形成的過程之中 我們收集了這些資料 就拿出一個模型出來 理論模型說 這些過程是什麼產生的 就是說我們把它叫做氣極盤 氣極因為是氣瘦跟機器來的因果 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那個行星就是從小的物體 小塊的物體很慢很慢很慢 很小很小的速度碰撞之下 它們從小碰的變成大 慢慢積起來 就叫做氣極盤 那氣極盤的構造呢 大概說時間是怎樣的 開始的時候呢 很多雲氣 很多塵埃在這邊 它們一路在凝固 那最後呢慢慢呢 在中間的一片呢 因為由於這個分子雲這個星盤 所以轉動了有角動量了 所以變成它會變成就是在物質 集中在一個平面上面去 那平面上面去呢 這些塵埃啊 它凝固之後呢 氣體大部分氣體是氫跟氦 所以它們不會不容易凝固 可是呢如果是石頭金屬的話 或者是冰 如果它冰能夠水冰能夠凝固的話 它會碰撞之後就形成一個平盤 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我們現在看到的 那個土星環一樣 土星環非常非常薄的一片 我們相信太陽系在行星還沒有形成之前呢 就有一層這樣的非常薄的 那個固態的粒子的盤面 可是這個時候中間的那個恆星 這個太陽也在演化 使得它會發出很強的光 可能是紫外光 也很強的太陽風 它把這裡靠近它的物質把它吹掉了 或者是把它很熱很熱把它蒸發掉 所以這邊呢有個名詞叫做 photo evaporation 就是這個意思 光發的蒸發 到最後整個星環呢 那個多餘下來的 沒有變成固態的氣體啊 以及塵煞給吹走後剩下的這些 我們把這些叫做行星悲胎 有大有小 有的只有幾公里 有的甚至只有幾公尺 可是有些幾百公里都有的 我們說在我們研究這個太陽系形成的時候 有很關鍵的地方說 我們怎麼樣來決定是哪地方的物質呢 是屬於哪個成分 對不對 我們學到的就是說很簡單 在某個程度來講好像很簡單 實際上是說起來蠻複雜的 就是說原來這種星盤 我們觀察也知道就是它們有溫度的有分別 靠近原子太陽 它很熱 外面越來越冷 越來越冷 所以這邊就給你看 它從靠近太陽 大概在水星的軌道的附近的時候 它可以高達兩千度 一路到了地球附近到火星的軌道的時候 大概三百度這樣子 這是絕對溫度 非常就可以 到了 過了火星之外 大概是到了那個木星的軌道之外的時候 你可以到達50K這麼冷的地方 這個代表什麼 就是說如果是很熱很熱的地方 你只有金屬或者是石頭錫能夠營過 結果我們知道 我們在太陽系內部的行星它們的密度比較大 因為它們是含有金屬以及石頭的成分多 緣故就是這一個東西 因為那個太陽星盤裡頭的溫度的變化如此 你越走越遠越走到某個地方 大概到了這個時候 那個水冰 水氣就可以凝固成為水冰了 這時候我們過去的想法就是說 水是這些地方很可能就是彗星產生的地方 OK 那當然這是個理論 那在過去幾年呢 我們是很興奮的就是說 那個我們台灣也有參加的一個Elma 就全世界最大的那個郝瑋波望遠鏡 它有非常好的靈敏度以及分析度 所以一個有明的發現就是說 看到一些像講者的星盤 我們發覺中間那樣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一個原子行星在 原子應該是恆星在中央產生 那這邊有一些黑黑的圈圈這些 現在它是空切 空切當然隨我們去解釋了 那一個說法說是不是這種空切裡頭 已經有形性在形成 把這裡頭中間的在這個走道方面的物質 把它收集起來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這樣子 這表示說我們現在已經有這個能力 用Elma以後用到30公尺大的那個節節望遠鏡 去什麼 去看研究這些我們理論上過去有的想法 現在可以去印證 那另外的事情就是說這個畫 我們再回頭再回顧一下就是 意思是說如果一個太陽系星盤 在裡頭溫度比較高的地方 大概你形成的固態大概就是金屬跟石頭的物質 把它混合起來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的內行星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基本上就如此 可是到了某地方 大概到了兩個天文單位 一個天文單位就是從地球到太陽的距離 大概離開地球到太陽距離兩倍的地方的時候 溫度根據我們剛才所講的 掉到一個地方 掉到150個K的時候 水就可以開始凝固成冰了 所以我們的想法就是說這個地方放的時候 很多本來不能用的 因為水是什麼構成的 水的分子那個方式是H2O 對不對 那過去因為在裡頭在靠近太陽的地方 你氧不能變成水 所以氧就浪費掉了 那氧在宇宙的元素裡頭 含的成分很大的 可是一旦H2O水分子能夠凝固成水變的時候 氧就可以有用了 陰胸有無無之地 你把它用來做行星 所以一旦這個情況來講 為什麼我們猜想 就是為什麼在那個所謂水分子 能夠凝固之外的地方呢 我們就看到什麼 看到大的行星 就是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這個因果 因為在哪個地方呢 這些能夠用來做行星的構造單元的材料 多起來了 是這個因果 好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在某個時候 大概在那個星盤形成大概是 我們猜想的是大概是1000萬年之後的時候 整個太陽西那個星雲就很多很多幾公里 幾十公里大的那個物體 你可以想像它們就是如果在這一邊的話 它們大概就是彗星這樣子的一個 那它們碰撞 然後慢慢形成一個有的形成一個行星 那有一個在大概在那個應該也是30年前 30多年前有一個理論是怎樣指的 說當行星形成的時候 它們好像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它們會一路在收集這些小星物體的時候 它們把而且不只是收集的小物體 因為它們重量大了 所以有些小物體它不會直接給它收集到 它會經過它 所以經過它的時候 有一個重力作用的緣故 它給它就它的運動方向改變了 所以這樣子會把一些本來很圓的 一盤的一圈的物質 如果你放一個質量大的行星在裡頭去 它會把它分散掉 分散掉 假如在這個系統裡頭 不只是有一個行星 好幾個行星 這表示說它們當它的質量在成長增加的時候 它們也會把附近的小物體的質量傳輸到別的地方去 那我們學過物理 這表示說 這表示是一個方式去把角動量來大家分攤 所以我們做一些計算的時候發覺很有趣的發覺 我們過去沒有做這個計算的時候 總是以為說行星形成的時候 我相信你們現在還是怎樣想 就是它們形成就是地球在一個天文單位 佛星就是在佛星的軌道 從小到大 木星土星也是這樣子 它們從小變大 它們的位置都沒有變化 可是我們做計算發覺不是只如此 發覺真的結果是什麼 原來角動量那個交換的結果是 我們猜想天王星海王星 本來的軌道是比現在要小的 它是給木星土星推出去 推出去 推出結果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行星軌道遷移 一個模型一個理論 在三十多年前我們第一次發現的 之後就應用來怎麼呢 譬如說應用到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裡就是說這些小物體 在這些大的行星在產生的時候 木星土星天王海王星 它們這些大的行星又在軌道在變化 可是小的物體它們也給它們碰撞 不要讓它打出去 所以有的是打到很遠 打到這裡來 打到這裡來 終於在結果的時候 這些大行星就把所有的物質把它怎麼清理掉了 所以下面一個圖很有名的計算 這2215年的 那你以後未聽到什麼叫Niss model 基本上就是怎樣說 所講也是像類似上面所講說的 開始的時候我們把一圈很多小物質放在這裡 然後我們讓一些行星開始成長 他們把這些小行星去受之後 又把它互相的去交換彈出去 所以慢慢你會看到說行星增加 他們軌道會有變化 可是很重要就是說這些小物體 慢慢好像就是給清理掉 清理掉 結果剩下來只有這些行星全在 那當然旁邊還有一些渣渣留下來的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彗星或是小行星 好 這些清理到的現在又有問題說 我們這裡說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那這邊有一群東西 有的是已經受到海王星的影響 那在1992年前沒有人知道說 沒有人知道在外面是有物質的 自從1992年第一個這樣子叫做海王星外物體發現之後 現在已經有幾千個發現了 我們把它的軌道 把它的位置把它畫起來 我們得到這樣子一個很有趣的分佈圖 那這個是說表示說這個是十個天文單位 那這個就是海王星的位置 所以在海王星外 所以我們叫做海王星外物體 他們有沒有看到呢 他們的游蟹的分佈是跟那個海王星的周期 搖那個太陽的周期成比例的 我們把它叫做共振的物體 而之外游蟹也跟它沒有共振左右 可是不管怎麼樣走我們猜想 這些海王星外物體 他們就是海王星形成的時候 以及太陽系的行星系統在形成的時候 留下來的磚頭 就是這個構造的單元 那我們找到它的話 可以告訴我們這一塊東西是什麼形成的對不對 那我們根據一些理論知道 實際上這裡的物體也就是有一些會慢慢變成走進來 走進來就變成彗星 所以意思說這些彗星這些東西 本來以前是從太陽系近一點的地方產生的 後來打到這邊來 現在慢慢又回來要給我們看 所以我們另外一個模型就是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一塊這一圈就是所謂海王星外的帶 Trans-Neptunium Belt 就是意思說它們是在海王星 天王星形成留下來的物質 當然我們看新聞看報紙也就是說 可能在這個地方有一個第九個行星在這裡 這個很有趣的事情 不過我們再看 在這個海王星的這個系統之外 還有外面還有一圈很大很大的物體在散布 為什麼 因為剛才的圖大家如果是有注意到的話 我們特別畫這一些會有一些物體會把它 泡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多遠呢 多一個地方 它們還算是太陽系的一分子 可是已經很游離 你只給它一點點力量它就飛走 或是給它一點點力量它就從外面跑進來 就變成什麼 變成我們看到它就變成長洲起彗星 是這樣子 那這一團東西它的權在是一個荷蘭的天文學家 叫Yang Oat 先從統計上發現的 所以我們就稱它作為Oat Cloud 是這樣子 它有多遠呢 這個圖上畫呢 它有幾萬個天文單位這麼遠的地方 所以想想看我們所謂的太陽系 最後最後的邊界是在幾萬個天文單位 所以如果我們畫的話就是這樣子 我們在好小好小的地方 靠近海王星的地方就這一塊 在這裡就一點 在外面幾萬個天文單位 還有一層的Oat Cloud的彗星 它們我們猜想 這些Oat Cloud的彗星有時候會進來呢 它是各個方向進來的就是所謂長洲去彗星 可是這些地方在這個海王星外的地方 變成彗星的話 它們通常來講 由於動力學的緣故 它們的青角都是很平的 所以只是為什麼短洲去彗星 它的青角就是比較小 大概二十三十度以下的 可是長洲去彗星呢 它可以再從四方八面而來 好 現在我們就開始講彗星本身 對 我們都知道彗星它從遠到近的時候 譬如說在一個短軸的彗星 它本來是在木星的軌道之外的 它進來進來它可以走進去地球 或者是土星的軌道之內這樣幾個圈 可是我們從觀測知道 它在五六個天文單位的時候 通常來講它們是看不到有氣團的 看不到有尾巴的 因為它們的氣體蒸發的程度很低很低 那剛才我提到鄭宇齊同學 他的一個思考就是去找這些在這邊 又沒有活動 彗星也沒有活動 所以你有興趣可以去問問他 不過真的來講短洲去彗星 他們走進去哪個一單子走進去哪個 兩三個天文單位之內的時候 開始我們都看到有氣團產生 陳艾瑋產生 甚至就是離子尾產生 緣故為什麼 它的吸收太陽的輻射加熱 所以裡頭的水滴就非法昇華 把氣體打出來 是整個緣故 我們過去只能夠從地面上 沒有太空船去探測的時候 只能從地面上用望遠鏡去看它 有的時候沒有氣體也好 也很好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用來用觀測來判斷 到底它的大小多少 所以可是彗星大小分佈 通常講我們剛才講過了 它是跟海王星物體差不多一樣的 所以我們根據海王星的統計知道 所以彗星應該我們猜想 最小的可以到了幾公里 一公里都有 最大的話可能會到了一百 兩百公里怎麼大 一百 兩百公里 因為它的大小分佈的緣故很少很少會出現 可是我們知道 我們在1997年就有一個很明亮的彗星 叫做Helbert 可能有些同學或者老師啊 家長看過對不對 它是蠻大的 它是怎麼大一個東西在這裡 所以表示說彗星也是很大很大 好了 我們過去大概是20年來的太空探測的努力 基本上是NASA跟EASA 那他們就是用太空船飛過這些彗星 以後很重要的就是用照相機來拍他們的照片 大小 就是把他們加起來的家庭照 你這裡看到說最大現在是Helbert 微星 它是15公里這麼大的一個 那有別的飛過的 就是NASA飛過的 NASA飛過 那我們要講的 等一下要講的 67P就是這一塊 所以67P實際上是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彗星 在這個圖上面來看的話 那這個圖呢 實際上是有一點就是說大家注意一下 你看看 1 2 3 4 5 6 對不對 6個彗星已經經過太空船很近飛過 那你有個感覺沒有 你們有感覺 你說如果我要你考試說這些彗星的形狀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可能一個答案就是說大部分的 超過一半以上 他們的形狀就是好像兩個加起來 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過去是沒有想到這個事情 我們看了一個是兩塊編在一起 我說這個是很好玩 第二個也是一樣 後來發現就覺得好像是原來彗星的形成 很可能就是兩個疊在一起的 才是一個慚愧 那為什麼這樣子 就等你們去解釋好不好 那這個有意思說這塊 這一塊像是蘇聯的一個太空船派到的 那可是真正有名的是這一個 就是歐空局 他費勁最靠近那個哈雷威信 他派到比較清楚 所以這一個他們派到這一個 歐空局派到這一個照片的時候 就向全世界宣布我們成功了這樣子 他們拿到這個照片他們就不成功 可是哈雷威信是在他們在準備的時候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就是 這是從者觀點也說一說 科學是怎麼進步 科學怎麼規劃的 所以哈雷威信在1986年 飛最靠近那個太陽對不對 所以這個歐空局跟蘇聯以及日本 三個單位三個國家的太空船 也是在1986年3月的時候飛過哈雷彗星 可是歐空局美國的科學家 甚至於說他們的太空組織已經在考慮 在哈雷彗星還沒有去飛越太陽之前 已經在考慮下一波怎麼做 就是說在1983年最早最早的時候 那個美國NASA跟ESA 他已經有一個慚愧的會議討論說 他們兩方面怎麼合作 說下一次在JOTO之後 在哈雷彗星之後的進一步的合作關係 他們所講的討論的結果就是說 好吧 我們兩個美國跟歐洲 那時候他們叫Western Europe 西歐 東歐不算 我們是好朋友 好兄弟 我們要向全世界保持我們是愛好活平的 愛好科學的 那麼我們怎麼做呢 他說我們匯發兩個計畫 一個計畫就去彗星 另外計畫現在是什麼 要去土星 那這兩個計畫為了省錢 他們的形狀大概就是一樣 那大家猜哪一個太空船去彗星 哪個彗星去土星啊 有沒有同學可以跟我講 這個去哪裡啊 為什麼啊 OK 那不錯 所以這個Cassini就是要去那個 要丟到那個Titan的 那這個地方呢 本來的計畫呢 這個會球呢 他要去那個會合 搖一口 搖一口這麼說 帶回地球 OK 這叫Sample Return 採集標本的任務 他們覺得怎樣才是最徹底 可是他們從1983 1988 一路討論討論討論 結果發覺 這個計畫非常非常昂貴 因為你要把一些冰在保持很低的溫度 帶回到地球呢 這難度非常大 非常大 第二點呢 兩個加起來不夠負擔 所以在這個結果之後呢 在很多討論之後呢 就NASA就退出那個彗星的計畫 結果呢 他們就決定說 NASA跟ESA合作 這個Cassini計畫 所以在那個Cassini呢 就變成是NASA跟ESA的合作計畫 那ESA就變成怎麼樣 變成要單獨去考慮 怎麼去進行那個下次的會進計畫 那也是經過很多考慮呢 他們就把那個標本收集帶回地球 這一個部分呢 把它放棄掉 因為太貴了 那他們反過來就說 那好 我們就做另外一個 就說不是最好 可是可以接受了 就放一個登陸器 把丟掉這個揮合表面上去 在上面呢 做實力上的檢查 這個就是飛雷 大家同學老師可能聽過嘛 這整個開始 那他們選到最後一個彗星呢 它的名字叫做67P 那大家瞭解 P呢 是什麼意思 是周期的意思嘛 所以看到彗星的編號 有個P就表示了 periodic 的意思 那通常來講 彗星的命名是用它發現者的人來 所以這一次是兩個俄國人發現的 他們的名字叫Juriyumov Jurisimenko 很簡單的一個名字 可是歐洲的美國人總是發 就是不能夠把它發音 那結果結果呢 最後全世界就只叫它做 叫做67P 很簡單 所以我們現在也說叫67P 好 那67P這個計畫當然叫Rosette 大家知道嘛 它在2004年發射對不對 所以經過在2014年才到達那個 律師CP開始那個任務 那從2014年應該是8月 說已經到達那個目的地 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 所以在那個前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前兩個禮拜 就在荷蘭 萊登有一個會 是俄空局舉辦的 它的名字叫做 從Giotto到Rosette 就紀念Giotto這個計畫去哈雷 30周年 以後呢 到達了Rosette已經一年了 現在主要的報告就是有關Rosette 最新的結果 等一下就是我要跟大家報告的重點 那通常這一些太空計畫 科學計畫 它都有一個熟悉科學家 我們把它叫做Porset Scientist 那這Porset Scientist好不好 努力不努力 就影響到整個任務的 那我們這個Rosette計畫呢 它的Porset Scientist 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的名字叫做Matt Taylor 我不知道大家對他有沒有印象 聽過這個人沒有啊 Matt Taylor 是一個英國人 那如果大家想認識他喔 我會奉陪就是他 是我跟他造的 我就是會看到他 他有名的是什麼樣子呢 他在歐空局做事情呢 每次參加一個任務呢 他都把任務的名字啊 那個logo都刻在身上 那所以我只是會看到他 我說佩勒 你到底Rosette在你身上 佔什麼位置啊 他說就在這裡 他說就在這裡 所以很有趣的一個人 我在跟他笑他 我看你樣子好像已經 你就沒有地方了吧 他說沒關係 我有的地方多的是 那在那個 在上個禮拜開會的時候呢 我剛剛跟大家 在另外一個 有個group meeting 從一種大會 我不知道你們展望有沒有習慣 就是要大家開會之後 有一個集體照片 留念 那我們這個會議就沒有例外 所以有個group photo 我跟大家 這個group photo在網上 我前兩天找到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樣子 那我是在裡頭 我說我看不到我自己在哪裡 可是我到時候看到管老師 管一貞老師的師範大學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 師範大學的同學 管一貞老師很好用 一頭黑髮 有大的個頭 在哪裡 所以有這樣子一個首席科學家 你會覺得這個任務應該很好玩 對不對 真的很精彩 所以下面我就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在這個會議 是五天的會議 最後一場是找一個科學家 來跟大家報告說 到底我們得到什麼心得 我們有什麼心發現 那這個科學家很詭異啊 他就說他不跟大家報告說 我們已經了解什麼 他只說我們不了解什麼 就說我們事先沒有預期到的 所以我就跟大家報告他的 等於說跟大家說 他講到十幾點 他覺得應該是新發現 我們從來沒有想到 發現當然沒有想到才是發現 對不對 而且是要以後要很多時間 要對很多資料做分析 才能夠了解的 所以大家就是聽聽 就是我們完全是不了解 是後面的含義什麼樣子 可是看到就是一些事實 一些資料 好 首先 彗星67P的形狀 對不對 我們第一次有辦法 我們過去的彗星計畫 飛過 就是很快的飛過的彗星 只看到彗星一面 這次Rosetta這個飛船 所以夭著這個彗星打轉 打轉從遠到近 從近到遠 每一個角度 而且跟著它走 跟著這個它夭著這個太陽走 一圈這樣子的 所以得到的資料完全不一樣 不過你看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一看到它好像是兩塊的 但還有爭論說到底這個彗星 是不是一整塊的 只是中間好像蘋果一樣給咬一口 對不對 有可能 不過因為它的形狀 大家就說 好吧 我們就說這個小的一個叫做頭 那這個地方叫做身體 body 那這個叫什麼地方 叫neck 所以有頭 有頸 有身體 只是我們科學研究就會說 提到body neck head 大概就是知道是在什麼地方 那很快的 大家要說今天來這邊一個多鐘頭 知道什麼東西 大概只是你要帶回家晚上想想的幾點 例如就是說它的大小長度 這邊長度大概是4公里 然後它的密度 因為這個太空船它上面有一些無限電那個儀器 所以它可以很準確地量到它的質量是多少 你知道它的質量 你知道形狀發小 當然你可以量出它的密度對不對 所以它的平均密度大概是點5 點5多一點點我忘記它真正的 不過我就說大家知道是一半水的一半 很輕很輕對不對 對 好了 它的反光率就是說陽光照到上面 以後反回來也看到 好像精子的反光率就是90% 100這樣子 可是這個跟炭一樣 跟煤炭一樣 它的反光率是0.03 就是太陽光照上去它只有3% 4%的反射回去 所以很黑很黑的一個東西 所以那表面物質首先說 我們在Losette上面有儀器 有各種各樣儀器 可以量到它這個揮合表面 它的顏色是怎麼樣子 它的光譜是怎麼樣子 我們的結果就是說 原來它表面的顏色以及光譜很均勻 它的光譜看起來就是像什麼 基本上一些說得不好聽就是說 你在停車上留下來一大堆汽油 分發出來那些黑黑的東西就是它 就是它 就是碳氫氧氮氮的有機物質在哪裡 可是我們就說過去我們覺得彗星是水冰組成的嗎 有大部分是水冰組成的嗎 可是除了我們意料之外 這一次我們就找來找去 找來找去 沒有找到有水冰的地方 開始一點都沒有 你要找到有一小塊有水冰的 要很大努力才找到 那只是除了我們意料之外的一個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說它會旋轉 它旋轉的周期是12.4小時 為什麼有趣呢 因為現在他們很準的看了它 所以現在可以看了它從遠到近 再到遠的地方 看看它的轉動的周期有沒有變化 原來有變化 它變化多大啊 它變化滿大呢 它是從12.4小時 現在量到是12小時 所以差了0.4小時 一半個小時怎麼大的一個差別 為什麼啊 我們猜想就是因為它的噴氣的時候 有力作用在這個匯合表面時 所以把它的轉動的周期 升級方向也改變了 而它的轉動的垂直軸呢 實際上是怎樣的轉動 所以它怎樣的腰著這個 所以它要著這個垂直這個長的周來轉動的 好 這是簡單的物理性質 那我們看清楚一下 它表面特兒不平 可以說是它有崇山靜臉以及平原 這邊平原現在這塊 現在就是我們說的頸部 頸部是很平坦的 很多好像就是鋪滿了沙子 可是上面還有一些大的石頭 你看這些像是幾公尺 十公尺大的石頭在上面去 所謂石頭不是真正的石頭 很可能就是 我們猜想到處是跟我們看到的物質一樣 可是它是怎麼會變成一塊塊呢 我們不了解 只是為什麼我們不了解地方 可是預料不到的就是其中之一 那如果我們根據它的地質的形狀分布 那一些科學家就把它怎麼樣講 分類了 畫個邊界 畫個邊界 大家知道Losetta是哪裡來的 Losetta Stone 是什麼地方來的 埃及來的嘛 所以很有道理的就是這些區域 就是用埃及的神來命名 很有道理就是說 通巧在我們團隊有個地方 有個埃及的科學家 就給他來就命名 所以這個科學家當時一定是會很 心裡頭會很感動 等了怎麼久也有機會 所以上面很多很多的埃及的神在這邊 好 因為當然說這個是一個奇奇怪怪的形狀 對不對 那我們有時候要看這些分析這些 要用做低圖 要圖形 我們就想盡辦法把它說一個精度跟緯度 投影在一個方式上面去 你看就講這樣子 很漂亮了 就是 就看著不同的 那這一塊 這樣就是頭 實際上這個是身體 頭在這邊 以後這個頸部在這邊 那這邊就是剛才講說 剛才提到頸部 哈皮像是在北邊 由於這個彗星它在旋轉 而且它的軌道有清角 所以它進來的時候 它看到太陽的地方是北邊看到的 在那個南邊完全黑的 看不到太陽光 這個要記得這個有趣的事情 那在看到太陽 所以我們在當那個彗星從遠到近 還沒有到飛 靠近那個太陽的時候 我們看見它已經有些很多的活躍噴漆出來 就像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說在太陽光照到的地方 有時候看一些outburst 就是噴發會人家爆炸 可是你也看到這邊已經有七體 就是你看到我們看的不是七體 我們看的只是塵砂 塵砂粒子反射太陽光 那七體還是有 可是在這個波段我們看不到 那這些實際上就是砂子 但有多大呢 大概是millimeter millimeter的鯉尾 怎麼大的一個樣子 重要就是說我們要記得就是說 我們現在知道了 這種噴發的地方 通常就是跟著太陽照光的地方 部位有關係 在這個地方太陽照不到 很少很少有噴氣 可是後來發覺也有例外 我們再看看這些噴氣的樣子 所以你感覺說這裡這些地方 就是從什麼 從那個頸部所出來的 因為這個揮合它的形狀很不均勻 所以你看到七體它的噴氣的形狀 它的幾何樣結構也是很不均勻 所以你在同一個噴流的地方 可是你不同角度看的話 有時候看到就是一片對不對 這樣一片 可是有時候你去看它的話 變成很多一條條的 緣故 因為是完全看你是 你是怎樣子看它 還是怎樣子看它 有關係 好 好了 這個Lossette 追上這個彗星之後 它開始就是腰著它轉 這樣子轉 有時候從南到北 南到北 上面一些儀器就開始量它的七體 噴發出來的成分 有多少產率 哪一個重要結果 就是什麼樣子 發覺 原來它的 我們可以有一些儀器 量到水分子 量到一氧化碳 量到二氧化碳 發覺它們有跟著時間 就是跟十一個小時有關係的變化 高到低又高到低 高到低 那這邊看 藍色的是 這個深藍色是水分子 那我們看二氧化碳是紅色的 我這邊看到 就是原來 基本上來講 我們現在瞭解就是 當這個太空船是在北邊的時候 它看到有水分子跑出來 可是要到南邊的時候 它看到水分子滴下去了 可是看到什麼 看到二氧化碳過出來了 這表示說這個綠色七P的揮合 它的成分 它的噴氣是不對稱的 南北不對稱 這個我們是不了解 這是我們知道的現象就是的 那當然這個圖 這個資料是根據船上的一個儀器 直接量到七體的 好像剛才跟你介紹哪一個學姐 叫做同學叫做周嘉玉的 它參加的團隊就是參加一個儀器 就是量到這個七體噴發出來 在這個地方噴發出來的量是多少 它就可以量得到 但意思是說它量到的東西 只能夠在當地的地方才知道 對不對 我們有另外一些儀器用圓 用搖側 就是說我們可以知道 不需要在當地 可是我可以從這邊到這邊 有多少七體出來我都可以看到的 那有幾個儀器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儀器就是紅外 紅外光溥儀 紅外光溥儀現在我們中中大學也有參與 現在我們中中大學有參加三個儀器 那他們最近的報告就是說很有趣的 就是說你要眼睛看到才相信嘛 所以這些團隊以那個Fink Professor 是他做的 他把這個光溥儀的做成一個圖 他說在太陽光照到的地方都會發覺 就是如果是你在北邊的話 絕大部分的七體就是水這邊出來 那南邊呢 是在什麼 主要是二氧化碳 所以證明了原來那個匯儀的噴氣 是南北部對稱的 好 我們等一下再回頭講這個事情 現在要談到那個飛雷登陸器 飛雷登陸器 小小的放在這個Losetta身上 陪了他好幾年好幾年好幾年 那當我們說了那個太空船二空局勢 宣布在2014年8月就到達那個會合 那根據他們在好多年前的時間表 他們就說在2014年11月 我就要把那個登陸器丟下去 一天就不能掃 所以他們做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飛進靠近那個灰核 就是當那個灰核還沒有很大的 氣體噴發出來的時候 不會干擾到太空船的時候 它就飛得很近 飛得大概那時候是10公里 怎麼近的距離 就造很多巷 為什麼 他選擇什麼地方要把那個動物器調進去 在那時候呢 最後他們選出五個 五個可能的地點 最後呢 選出一個地點 J就在這裡 這個是他的最理想的丟下去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做了 他們就做 那這個圖呢 是在這個船上的一個照相機 照到的這個飛雷動物器 就是離開它了 它丟掉的時候 是這個太空船離開了 揮合表面在23公里的地方 就掉下去 就很困難的 很困難很困難的題目 了解嗎 那個飛船在走 你要把一個飛雷丟下去 然後呢 要好幾個鐘頭之後 才會碰到那個表面 這個時候呢 這個揮合又在轉動 對不對 所以我想當時已經有人打賭說 他不會碰到這個揮合 不是 你看到 他不是碰不到揮合 他還碰了三次 因為他丟下去的時候呢 他那個工程人員拿到信號說 碰到了 在伊蛇的工程師跟科學 給大家擁抱 然後哭起來 喝那個啤酒 香檳 等了一個鐘頭之後呢 發覺啊 在看著信號說 不對耶 這個飛雷好像在打轉耶 你在地上停下來 就會打轉對不對 他們就覺得不妙 然後飛雷呢 給彈起來了 彈出來 那為什麼呢 他們早已經想到說 要降落 動物在這個很少很少的重力的表面 是很困難的地方 所以他們設計就是在那個角 你看他是三隻角對不對 三隻角 每個角有一個魚鏢 鏢槍 譬如說一碰到的時候呢 他的鏢槍就打出來 就把他盯起來 這樣子的 他們就想到呢 直接鏢槍不靈 沒有打出去 就彈出去啊 彈了一公里怎麼多 再回來再彈下去 這樣子彈三次 所以結果呢 我們可以說啊 我們有跟那個諾空局的講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現在死口還是說是成功的 他說我不單是成功 也是三次的成功 不過我們很確實的說 你是應該說一絲鑄成千古城 對 他們根據很多很多的資料就發覺了 你看本來菲蕾應該是這樣子 平平穩穩的 在動物在表面上 現在他們發覺他們是 跨在一個牆上 就這樣挨著 你看 兩隻腳碰地 一隻腳呢 伸在上面去 這樣子 但是儀器是要等著你碰到地上 就去敲敲敲 然後他就沒有不行 可是我們回頭講 還是不問地方呢 是這樣子的 NASA對諾空局給很大的評價 因為他這個 我不知道你們NASA有沒有上網去 全世界就上網 瘋狂地上網去 所以NASA很妒忌他們 他覺得呢 他覺得他跟他們講說 你們這一次登錄那個彗星的律師器械 他的成功啊 他的成就相當於我們Apollo登錄 你想想看 不過我們回頭講 就是說我們有些東西想做的 菲蕾是沒有做到就是了 很可惜 然後我們回頭看看到底菲蕾要做什麼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它上面呢有一些儀器啊 很多儀器啊 我們剛剛講嘛 開始講說 我們要去彗星要了解生命怎麼形成嘛 對不對 那個彗星的物質跟我們的地面上的 跟你啊跟我啊 跟隔壁啊 有什麼關係 那為什麼呢 他就說我去量 有兩個事情你量的 原來我們地球上的 有生命的物質啊 的分子啊 那個分子的構造是這樣子的 你可以這樣子做 也可以這樣子做對稱 就這樣子左跟右的 這樣子一個我們把它叫做守性 守性啊 守的性質 不管是怎樣子跟怎樣子 發覺性質作用沒有不兩樣 可是很有趣的 在地球上的有生命的分子啊 他們絕大部分是怎樣子 左手 你看 緣故為什麼我們不知道 我們有一個說法說 可能是有生來做怎樣子 對 所以一個做法呢 就有一個儀器啊 到上面 意思是要畫一塊東西 看看它的守性是怎麼樣子 那這個實驗是沒有做出來 可是另外一些實驗呢 要去檢視這些很複雜的有機分子 看看是不是跟生命有關係的 那這個儀器呢 很好玩就是說 它們有一些結果 你看這邊就是 它們有一個分子的質譜 它說sniff sniff就是聞東西的 它什麼聞東西呢 因為它是一個儀器放在 對不起 放在這個肥蕾上面去 它要當那個氣體從表面跑出來的時候 它就棄受它聞了它對不對 你說剛才說它有沒有登陸在 沒有好好登陸在那個表面上面去 它怎麼來聞呢 是這樣子的 當它打在上面 所以第一次的時候呢 它一隻腳碰到地面 把一些泥巴啊 把一些氣體把它激發出來 所以可思那時候呢 那個機器儀器已經打開了 就是要碰巧能夠做一些測量 所以可思當然說這個很複雜的一個質譜儀 它們現在還在想辦法很多很多很多問題很多問題在 就越複雜越多問題 就想到底這邊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那另外有趣的事情說 這個三隻腳的 雖然是有一隻腳朝天 它們是盡量去操作的儀器 其中一個儀器就是敲那個 它們意思是說你到表面上 你要知道這個下面附近的物質它有多硬 它就有的時候敲敲敲敲敲敲敲 那我們等一下會說 首先我們說了 跟大家講過了 這個彗星的密度很小對不對 是水的一半 所以應該就是說很鬆散的一塊 可是他們出他們的意料之外 他們在翹翹翹結果發覺 在表面有程度是滿硬的 所以他們想 我不知道你們喜歡吃布丁 吃過嘛 一些布丁 這表面是 你怎麼笑叫它呢 就是好像大家講說燒它一下嘛 所以說法就是說 是不是這些彗星物質 在表面的地方受太陽光的影響 它變成比較膩的一層 那這個是 就我剛剛講過 這是我們不了解的地方 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現在回頭講 回頭講一個事情是 就是我們講過兩次了 三次了 說這個灰核的噴氣的情況 是有季節性的 對不對 在北邊照到 北邊的頸部 就有氣體成沙跑出來的 南邊沒有 我們在 可是因為這個時候 那個彗星已經飛過 經過太陽了 在經過太陽之後呢 它南邊就受到太陽光 變成南邊熱起來 北邊就冷下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研究它的季節變化 那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說過幾次就是說 布滿那個哈比頸部的地區表面的沙子 很可能來到別的地方去 為什麼啊 什麼地方來的 我們猜想啊 就是說那個沙子 如果是從那個表面給噴漆吹出來的時候 有些速度比較大 有些速度比較小對不對 所以好像下面所給大家看的 變成呢 有些速度很小的沙子 它噴發不出來 它只會累積在附近 可是當你的速度又增加的時候 它就可能跑到別的地方去了 所以在某個速度呢 它這裡算是0.7公尺每秒 它的這裡噴發出來的沙子 可以偏佈在整個揮合表面去 可是當你的速度更大的時候呢 基本上它就離開了 不會回來 是這樣子的 所以一個猜想就是說 一個現象叫做沙塵 沙塵埃粒子落回 就是從別的地方它可以到 回到另外的地方去 所以我們猜想啊 那個頸部 那個neck的地方啊 很可能這些沙子啊 就是從別的地方來的 那有些照片還看出來很有趣說 這些紋路 好像有風吹的樣子 緣故是因為 其實沙子在表面很鬆散的時候 可是旁邊有噴氣 所以可能這形成風 所以有一些 有點像它有一個側度的樣子 好 我們再看 鬆散內部構造 就是在那個太空船 離開那個會還是很遠的地方 你看還蠻活活 很模糊 所以我們就一路猜一看 它轉轉轉 你看這裡有什麼不一樣啊 那現在它去哪裡去啊 這一個去哪裡啊 它去了桃園耶 那這裡有個圖示的意思是 像如果你把我們的這個灰盒放在水上面 像黃色小藥會浮在上面去 對不對 因為它的密度就是水的一半 那這水的一半是有條件的 因為我們在這個 這個Losette太空船上面 有另外一區是兩者的塵埃 它有多大多少 然後又跟氣體噴發出來的產率 比較很重要一點就是 我們現在確確實知道 就是塵沙固態的塵沙的質量啊 這產量啊是氣體 是水的氣體的質量的四到六倍 實際上灰盒主要是塵沙組成的 而不是我們以前所想的是水並做成的 可是塵沙你的密度是比水要大的嘛 三公克每立方公分 可是你現在量的是0.5 表示什麼 一定裡頭很鬆散 很鬆散 那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有趣的儀器呢 就是在那個太空船上面呢 有一個儀器呢 是做透地雷達 它可以用雷達的訊號呢 現在就只放在飛類 放在燈物器上面 那這個太空船呢 在上面接受它的訊號 就有像什麼 像做那個我們醫院裡頭做斷層 對不對 我不知道Copy有沒有在這裡 如果他在這裡一定會知道 那他們量到說發覺啊 他們的判斷就說 這個揮合我這樣的 那個雷達的電子波通過去 表示它內部很均勻 它沒有大的洞 因為如果說 你跟我說那個平均密度是0.5g cc 對不對 是不是這裡頭有個大洞 上面這一層很硬的核 很重的核 它可是這個雷達的測量說不是 它裡頭是很均勻很均勻的 怎麼均勻呢 你給我想像 如果你以後 老師們要回去跟小朋友講說 我們量到知道現在綠色漆皮的內部是很鬆散 它樣子是怎樣 你要做模型 要用很便宜很便宜的方式來做模型 怎麼做呢 你去買兩塊海綿 大家都這樣子 這個很可能還是很誇張 因為他們覺得是 他們的空氣並沒有怎麼大的 就是他們叫micro cavity 微小的 這個很難想像 就是說我們就是猜想不出來 為什麼我們覺得是過去沒有想像到的 就是一個45億年 46億年產生的物體 4公里怎麼大 那一部是完全怎麼均勻 那一部是完全怎麼均勻 有什麼問題啊 那另外一個事情有趣的 針對這個好像我們回頭這樣 我們整個模型就說它兩塊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周經看到的時候發覺 這個匯合表面有文章的 什麼文章呢 它有一層層一層層 一層層的層疊的紋路 那對於這些地質學家他們就很有趣了 他覺得有些地質學家說 因為這種文理啊怎麼說 我看他方向 從地質學他應該是怎麼走路的來猜想 那他們就是什麼其中一個團隊呢 就是他們就把這個頭跟身體啊 這個一些一層層的方向來比較 發覺他們不一樣 那他們的結論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匯合本來是整一塊的話 那個紋路應該是一起一樣的對不對 不可能是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覺得這個是 會不會是這樣子的一個形狀啊 會是本來是兩塊的 兩塊 我們把它輕輕碰在一起 變成一塊整塊這樣子 所以有一派的模型就是說 這一個綠色漆皮啊 本來是兩塊 就是他們是經過碰撞 而變成一塊的 可是問題在這裡呢 一個大的問題 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這兩塊的 我們說是微星體好了 它要用多大的一個相對速度碰撞 才能夠什麼 保持本來的很鬆散的樣子對不對 而且我們也知道它裡頭有很多很多 一碰氣體會跑出來的氣體 好像一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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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所以這兩個條件 一方面它是很原始的物體 可是它要變成是兩個東西碰在一起 那是多大的速度才行 那這個資料一出來之後 立即有一些很努力的 很用功的科學家就算了 他就說我就做實驗 就是什麼 就兩塊 發覺只要在一到二個逃逆速度的情況之下 那它們是不會把這個鬆散的構造把它變化的 所以可是在太陽系形成的時候 我們的一個模型一個所謂標準模型就是說 這些小星體是經過很大的速度彼此碰撞 就是說我們本來的想法就是說這些氧氧就是一些大的物體的碎片 可是現在我們得到的結果是完全相反 墊覆了我們以前的模型的想法 這個很有趣的一個 好 我們再想想看 我們剛才講過很多那個氣體噴發出來對不對 你可以有哪一個同學可以跟我講 我要女同學 不要男同學 是什麼情況氣體會噴發出來的 想想看 我們有個難題 我們過去算 我在跟你們年紀的時候比你們大一點了 在學那個彗星怎麼噴氣的時候 就是說OK 那個彗星表面是冰 就冰受到太陽光加熱 然後氣體噴發出來的 問題是現在我們沒有看到有水冰 很少很少對不對 明顯水冰是塗在底下 可是我們過去那時候也說 這些彗星的表面總是有沙子蓋在上面去 可是它們是應該是很平坦的 因為最簡單的模型就是一個平的模型對不對 那我們看看 看看真正的情況來講 原來的彗星表面很多很多洞 像這樣子的 一個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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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圓形坑洞 變形這種圓形坑洞是彗星表面的一個很特別的 怎麼講的構造 我們對它有興趣 我們在研究它 很有趣的說 這種坑洞一塊塊 尤其還有看到它有氣體噴發出來 好像是氣體噴發出來的 那如果好像這一個坑洞有氣體噴發出來的 我們特別去看它一下到底裡頭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看到是怎樣子的情況 從這邊到這邊大概是200公尺大 所以每一個這樣的東西 果粒大概就幾公尺大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不了解說這些一顆顆一顆顆 像那個果子一樣的東西 到底它是本來就有的 還是因為受太陽光的影響才形成的對不對 不管怎麼樣子 我們在表面上 在揮葉表面上又發覺另外一些東西 它叫做我們把它叫大石塊 你看這裡一個個一個個 它最大可以到了40公尺 我們為什麼最小的可以到了1公尺 甚至更小更小的都有 那它們什麼產生的 它們跟揮合的表面的演化有什麼關係 那一個模型就是說 我們根據看到它的這些大石塊的分布 我們就會說是不是怎樣子 我發覺這些石塊就是在什麼 在一些很陡的很陡的所謂懸疑 就是好像一個直的牆壁 在它的腳底下我們就發覺會有一些 比較多會有大石塊產生 所以一個模型就是說會本來是怎樣子的 或是受太陽光 太陽光對它有壓力有韻力的作用 它都崩裂了 崩裂之後就把裡頭的石塊這樣子都掉出來 那這個是性的想法 因為我們發覺過去我們想這個彗星的演化 就是一層一層這樣子才從表面這樣子進去的 可是現在我們發覺 怎樣彗星的噴氣的塵埃的演化 這樣可以在垂直方向來發生的這樣 好 最後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很不了解說 這個表面完全是好像蓋滿了均勻的物質的 也沒有水冰的 可是氣體噴發出來 有陽光照射到它 它就有氣體噴發出來 而且很快 很快 那更奇怪的是說 有些地方它們在晚上太陽沒有照到 它還是看到有氣體噴發出來 好像裡頭有些氣體它不用很少的能量 就可以把它飛發出來 那另外一個也是蠻有趣的 也是完全沒有預料到的 就是我對我們有一些人來講 覺得這是羅西特一個 就是說在它的最重要的發現裡頭 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說我們過去都覺得灰心的成分 冰的成分是水冰 然後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沒有想到羅西特他們發覺原來是O2 就是氧分子可能是第二大的 就是說水之外 它是第二重要的氧分子的成分 那為什麼這樣子 我們是完全不解 我們有一些模型 沒想出一個解釋 很快就被人家打死掉了 所以就 而且這些氧分子它有去說 我們剛才講過說二氧化碳一氧化碳 它跟水是分開兩個時間出來的 可是氧分子它跟水分子是一起出來的 好像就是說它在凝固的時候 跟水分子一起凝固而來 那有人就說這個很可能是因為 可以用它在分子雲的時候 形成的太陽是有關係的 不過我們猜想很可能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總而言之我們的結論就是 最少我的結論是 惠心六十七匹秘密好像多於三級 就等待年輕人去發股 那麼 對 因為只是四十多一年 四十六億年留下來的東西 等著我們來去研究 對 那也是表示說 我是很感謝孫老師組織這個展望 那個系列 因為是怎樣子的殘河 才是好像只能把經驗 一路 recycle 所以你們每一個同學都是一個明星 They are all your all stars 好 謝謝大家